小甜甜最近在脸书发出长文痛批 去年被老公宋先生家暴后 一起发光教会中的宋一鸣 成为林白家琪吴东彦 却极力阻止他去验上提告 许多网友和艺人看到他发出的贴文后都很心疼他 也很为他抱不平 女性曾亚兰也在脸书发文怒呛 为什么要限制家暴不能报警不能验伤 我不能理解 强调家暴零容忍 懂得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事 有网友留言写道 因为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被家暴的是自己的孩子 可能会直接打爆对方 曾亚兰回应写下 只是我完全无法理解 难道女人不应该帮助女人吗 对于同样身为女性的陈维玲和白家琪 看到小甜甜遭到家暴却阻止对方提告 感到非常不能认同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